我国第一位女诗人是谁? 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是春秋时期的许慕夫人 她是魏国公族魏昭伯的女儿 因魏义公把她嫁给许国国君许慕 故称许慕夫人 由于怀念故乡 许慕夫人常登高以书幽情 并借师永志 做竹竿泉水等诗传世 公元前660年 北狄亲卫 她想让许慕公帮忙收复魏国国土 但许慕公怕炎火烧身不敢出兵 于是许慕夫人亲自赶赴曹义 并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在迟》 表明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归国的决心 回国后 她与魏国君招来百姓四千余人 一边安家谋生 一边整军习武 在齐国的帮助下 魏国打退了敌兵 收复了师弟 许慕夫人是中国文学史上 鉴于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 其师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极高声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